这个新的模特儿挺好的 记住,设计思考以人为本没有变过 司法的价值观没有变过 了解你的用家和他一起协作 不断想想,这些心法没有变过 甚至乎百度风格也没有变过 只是加了什么呢?加了automation 加了digital,加了准程度 当加了之后,结果是怎样呢? 所以我还没讲怎样用设计思考 之前我想跟大家讲,究竟 Data Driven Design Thinking,现在在世界上有多少人在报道 有多高的信誉 大家不知道,福布斯雜誌其实在2022年 高度评价Design Thinking 他特别说Design Thinking加Data 是一个New Couples 因为当时疫情,个个都要解决问题 但同时要精准地解决问题 所以福布斯就建议大家解决问题 请你Data加Design Thinking 也就是我们今天讲的Data Driven Design Thinking 用哪一边最好呢? 另一边报道说 用在解决用家问题 留住客户,这是最好的方法 福布斯的专题文章 我相信非常有影响力 也非常有主导性 其实除了客户 有很多行业都要用Data Driven Design Thinking 近年有一个很震撼的案例 在2022年的9月 MIT Review 发表了一篇文章 这篇文章是说什么呢? 怎样一间药厂 透过Design Thinking 去缩短了它做Pro Type的时间 由以往最长18个月 它缩短了最少两个星期 它不单单在看用家吃药的反应 更加很准确地看到 这种药对用家生活的影响 所以这是很震撼的discovery 当然除了药业之外 IT CIO Magazine Banking Fintech Future 等等等等 都在说Data Driven Design Thinking 是很多企业所选择的新的方法 我们说了两个位 第三个位 第三个位是什么呢? 究竟Design有多大力? 我认为Froester这个研究室 大家一定了解 其实他发表了那份文章 发表的一个调查 就是Design Thinking 能够提升这个ROI 85% 但这篇文章 这篇的研究 大家要提清楚 为什么呢? 他说得很保守 其实他做了很多的研究 最少的都是85% 如果你深入看这份文章 深入看这份研究 他说其实有些是去到301%的ROI Time to Marking 最快去到两倍速 速度快了 做ROID的时间缩短了 所以其实 经实验证明 Data Digital 加Design Thinking 是可以令到准程度高了 科研时间短了 推出时间快了 回报高了 这个就是实际的数据证明了 当然你会说David 其实香港有没有案例 刚才全部都是外国的报道 当然有 其实刚才提过 其实在高部2015年开始 已经开始推出 Data Driven Design Thinking 其实在2000年的时候 香港的Banking FI 开始有很多案例 SCMP就说了几个了 第一个 How Design Thinking User-Central Approach Help Hong Kong Embrace A Cash Left Future 这个是说 汇丰 怎样用PayMe 这个Apps 怎样透过Design Thinking 不断优化 怎样说 他找了过千人来做research 来做User Testing 继续优化 透过数据去了解 那个RID怎么做 透过数据去了解 那个痛点有多痛 找出用得最痛的点 从而优化 这个是一个非常出色的案例 第二个中间 中能 BOC Apps 大家已经用过了 第一个版本 它有很多功能 在Apps的 结果 他们用了Data Driven Design Thinking 用数据找出 每一个人用最多 最惯常用的功能 最后把三个至五个 最常用的功能 放在面上 便利用家 Data Driven Design Thinking 最后 好了 右边大家看到DBS DBS DBS是Design Thinking 很出名 整个亚洲 他用Design Thinking 最出色的了 他说明 新入职的同事 如果要提升能力 两个最主要的能力 Design Thinking 加Data 所以其实Data Driven Design Thinking 在本地 已经非常流行 案例都不断出来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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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